你快把柳如燕给我交出来 王爷 您这是干什么 施大人 柳姑娘勾结盗肥 闯进王府里打结 这可是要杀头的 对 这可是杀头大罪 你胡说 我女儿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对啊 如燕姐不是被你们接到王府上乡了吗 我们王爷好心好意的 请柳姑娘到府上来上个乡 可是没想到柳姑娘竟然趁火打结 火葱到尾呢 把我们王爷打成这个样子 你们看 光明这黑眼圈就想诬赖柳姑娘 本王的话你还不信啊 就是你说的话才不可相信 王爷 您说柳姑娘勾结盗肥 那敢问这盗肥是 穆青云 也就是总督府里的 婉言克荣 婉言克荣 他怎么会到存王府去呢 这一对鸳鸯大道 是早就串通好了 要来打结王府的 敢问王爷 您存王府上有调什么贵重物品啊 呃 这个啊 本王尚未清查 所以不知道 那就是根本没有嘛 你这样随便诬告善良的百姓 可是有罪的哦 你怎么可以随便诬陷本王呢 王爷 依下官之见 王爷还是先打道回府 等下官找到了柳姑娘跟完颜克荣之后 只会给王爷一个交代啊 好 有你施大人这句话 本王就回去等候你的消息 丁台 小了单 咱们走 咋 狗王爷 好了 别再骂了 现在重要的是 快找鬼柳姑娘 哥 那我立刻去总督府 去找万颜克荣荣人 不对啊 柳姑娘她怎么会到总督府去呢 不过小家 你还是要赶到总督府去通知一声 来 我接着去 我们马上分头找柳姑娘 认识 什么 克荣跟柳如烟失踪了 是啊小姐 要以我看 他俩八成是私奔群啊 不可能 克荣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的 不 小姐 我怕您是一直被蒙在我身上 在我身上的屋里 其实这玩颜克荣 他是沐青云讲办的 而且他鼻鼓招亲的时候 他还作弊 作弊 作弊 做你的头了 你如果再敢说克荣坏话的话 我就 好 好 小姐 您先别发火 我走就是了 我走 您多保重 滚啦 快滚 快滚 不可能 可我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 不可能 不可能 你走开 不用你费心 不妍 你这样子不让我不要的话 伤口会烂掉 我死了 这样 你就可以去总理小姐 这样你就趁心我 你干嘛来救我 别动 小姐 你去写个告诉我 捉拿完颜克隆寻找的如愿 是 施大人 刘夫人找到没有 到处都找骗了 我想你也别急 这沐青云她会到存光府去救柳姑娘 可见得她对她依旧有深厚的感情 那柳姑娘跟她在一起应该不会有事的 希望是这样 我这就到总督府去打探一下 敏儿 敏儿 爹 你守了一夜 可龙也真是千万别做出荒唐的事啊 不 爹 扣她不会的 离大人顺坚负施大人求见 他又来干什么 叫她进来 下官参见总督大人 有何贵干呢 下官是来找完颜克隆 他不在 下官知道他不在 既然知道你还在干什么 下官是来请总督大人取消婚事 不行 秘小姐 秘小姐 这完颜克隆 穆千云她不会回来 你乱说 人家完颜克隆是名门之后 不是你们所做的那个什么穆千云 哈哈哈哈 没错 没错 这施大人说的一点都没错 你要嫁的这个人是个大骗子 而且是一个在戏台上专耍猴戏的穆千云 你 你 你来干什么 王爷 你未经通报就狮子乱闯 未免才不懂理数了吧 岳父大人 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干嘛那么拘礼呢 什么岳父大人 你我良府的婚事早就没有了 不 有 有 有 那是因为我们都被那穆千云的小子给骗了 今天我还把人证都给带来了 丁太 把人带进来 他是什么人 来来来 你跟我说 好好地说给他们听 是 小的在成东水梦堡街开了家算命馆 有一天被一个带玉板子的人打晕了 打了我脖子的歪了现在还在吞我 那个人冒充小的身份 行骗王爷叫王爷退婚 那个人就叫做沐清云 你胡说 小的惊惊属生 都想起来 那个翠玉板子是你给勿行的 本王可是亲眼瞧见的 大人 这叫人证物证举宅 爹 他们都是乱说的 看我不会做这种事的 你把他们通通给我放出去 王爷 施大人 你们请回吧 向我先告徒 杜小姐 不不 明白 这沐清云啊 他是不愧的 明儿你想嫁就下给本王吧 你给我滚 明儿见 这脸子怎么都会在这 这些脸子一直都跟着你 只是你没发现吧 师父 师父 是你吗 你不是一向最喜欢脸子的吗 为什么现在会怕 是吗 师父 你以为我戴这些脸子戴得很高兴 其实我戴得很痛苦 戴得很痛苦 既然痛苦 就摘下来 咱们穿去便宜再去得起 也不能把脸子戴在脸上一辈子都摘掉 师父 我想摘 可是我摘不掉 那是你不想摘 脸子是你自己戴上的 是你愿意摘 父 师父 你不了解 在观察上 只有戴着脸子才能够保护自己 你真以为你能够这样过一辈子吗 我想想 你现在过着以前快活吗 你真正得到了你想要得到的吗 你 你再仔细地想想 你得到了些什么 又失去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我 师父 师父救我 师父给救我 师父 师父 金云 你不信 我爹来向你锁命对不对 锁命 你错了 师父是来救我的 你骗你 你被你害死了 他不会理你这种情受不如的人 我情受不如 骑士灭主 无情无义 你 够了 不要再说了 我要是无情无义 我会去往我救你吗 我不用你来救我 你也替我挡了一箭 这就表示 你的心里还是深深爱着我 对不对 你不要跟我说话 不行 我一定要说 我没有啥孩子 我还曾经想办法要救世 我 就算你还是我 你既然不认我 如烟 那实在是逼不得我 那种状况之下 你要我怎么认你呢 好了 现在我不认识你 你也不认识我 如烟 我的手 你走开 如烟 小心 你这么来不认 召集所有人马 就算是把机能翻过来 也要把完颜客人给我抓回来 是 爹 不用去找了 敏儿 你放心 爹一定会把他抓回来的 不 不用了爹 女儿不嫁了 敏儿 你不要耍脾气了 就算是五花大火 爹也要把他抓回来 跟你成亲 爹 爹 爹 你明天就要去娶总督小姐 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你去当你的新郎官吧 我还当什么新郎官呢 你不知道 当我冲进去王府救你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还是沐青云 还是那个深爱着你的沐青云 你知不知道 你别再骗我 你已经不是我从小认识了 你的沐青 你别再骗我 当年师父教我变脸 我不肯学 后来 就逃到京城里去 但是没想到 结果还是一样 用别人的脸子来过 现在 我要撕下那张脸子 你却不承认我是沐青云了 这 这不可笑吗 一点都不可笑 脸子是你戴 是你咎由自取 你怎么说得跟师父一模一样 我爹跟你说什么 师父说 没有人的脸子可以戴一辈子 直到今天我才能知道 不过 为师已晚了 师父已经死了 我也犯下这种淘天大罪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 这一切都太慢 清云 你还是会总度回去 你再不回去 会来不及 我不会回去 如果你不回去 会死路一条 你还担心我的死 当然会啊 你快回去 你快回去 我求求你 你快回去 你快回去 露言 当你被剑刺中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你 是陪我度过风风雨雨 一切都为我着想的你 露言 从现在起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 我要带你回四川去 你回四川 师兄 清云 师母 徒儿给您跟师父来请罪 先别说这些 如烟呢 你把如烟逃到哪去了 如烟 娘找到你好苦啊 如烟 如烟 你怎么了 你受伤了 娘 女儿没事 只是受了一点疲漏之事 师母 如烟是为了救徒儿才受伤 请师母折罚徒儿 她为了救你 你到王府去 不是为了要救如烟吗 怎么会 娘 女儿已经回来了 您就别问吧 师母 徒儿这次回来 除了跟师父请罪 还要带您跟如烟 还有金狗 回四川老家去 你今天 不是要跟那个什么 总督小姐有成亲的吗 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 师母 徒儿知道出 徒儿一回四川 马上就和如烟成婚 再也不去追求那些什么功名利禄的 再也不去追求那些什么功名利禄的 秦也知道被改 您去原谅她 师母 徒儿愿意在师父的灵前发誓 从此以后再也不做任何一件违背刘家的事情 我会一辈子照顾如烟 如果我违背我这个誓言 我愿着天打雷拼 好了好了 谁让你发毒誓了 叫她起来 师兄 谢谢师母 我刚才是在替你担心啊 有什么好担心的 大不了不娶总督小姐嘛 听说这桩婚事是皇上赐婚的 不娶总督小姐 那不就是欺君大罪 事到如今 只有回四川老家避一避了 好 为了清雨和如烟的将来 咱们即刻启程 谢谢师母 师母 事不宜迟啊 快走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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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問這位可是欺君往上自毀昏約的完顏克隆 完顏克隆已經死了 在下是常樂班 穆青雲 是嗎 本府再怎麼看你都是完顏克隆 不信的話 我們到總督府請總督大人認認看 師大人 您這是做什麼 穆青雲 他欺師滅祖 國法不容 本府要依法將他拿下 張牙無召 在 拿下 大 大人 師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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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真的把穆青雲給拿下 那柳夫人 他們一瞎子該怎麼辦呢 你點點 師大人 我求你饒了青雲一命 師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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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磕頭 你高台歸首 師大人 這萬萬不可 本府只是依法行使 你們再怎麼求都沒有用 師大人 您明知道我師兄被抓去是火不成了 您就枉開一面吧 隨意的枉開一面 你必定會讓不法之徒逍遙法外 國法乃是保護善良的百姓 因此 執法者必須重演 絕不寬待 師大人 法不彎乎人情 清雲已經知道認錯了 您就再給他一次機會吧 但是你明立訓息 怪不得本府 押走 師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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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好人做到你 放了我們故人寡婦 師大人 我求你幫幫忙 師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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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憐可憐我師兄 勝免他的罪吧 清雲 你放心好了 我們一定會想辦法 把你救出來的 如月 不用白費力氣 我知道我自己犯了什麼錯 這是贊莉覺得重罪 不會有活命的機會 都是我不好 要不是我不進路王府 我受伤 你就不会被抓走 不要这么说 你是我的错 是我连累你们的 清云 不要再自责了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是赶紧想办法 把你给救出来 沐清云 洛小姐来看你了 明儿 娘 咱们先出去 我们慢慢聊吧 有复原 你们出去 明儿 明儿 对不起 我 你说什么对不起 你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吗 我爱你这么整理我 我的话可说 我问你 你为什么不回来 是他们绑住你的 还是谁批你认罪 你是我自己选择的 你说什么 原来你从一开始 就是诚心欺骗我的 你好狠的心啊 你没有资格碰我 你没有资格碰我 我知道是我罪该万死 我只求你能够忘掉我 就当作没有完颜客龙这个人出来过 忘了你 你说得到清宗 你要忘了什么 忘了你对我说过的甜言蜜语 忘了我对你曾经付出的感情 我 你别哭 你这样哭看 心疯了 如果你这点心疼的话 你就继续抓下去 只要你回到我身边 你还是你的万颜客龙 没有人会把你抓进大牢的 敏儿 我告诉你失望 万颜客龙已经暂时在沙场上了 而我是沐清云 只是个唱戏 你就忘了万颜客龙吧 不 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 敏儿 当初我在冒充万颜客龙的时候 我心里想 就像唱戏一样 只要好好地唱 都会有一个美满的结局 但是我现在才知道 人生毕竟不是戏啊 我不可能违背我的良心 来把这出戏唱完 敏儿 你的情意我都知道 我只恳求你 能彻彻彻底把我给忘了吗 不要 我只想问你 你那天对我手说话到底是不是真的 什么话 在后华园里所说的那些话 当然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没有言 不过 我却欺骗了我自己的良心 我当初因为 只要戴上完颜客龙的面具 与你成婚 就可以飞黄天堂了 但是我永远没想到 但是我永远没想到 我这个婚姻可龙 在你爱上 但是我永远没想到 我这个婚姻可龙 真的爱上了 敏儿 请你让我给你造成的伤害 事到如今 你只要求我定你的原谅 我要求我把你救出去 你 我只只罪孽深重 忘了我们 好 算我自作多情 你 你干嘛一个人坐着就叹气啊 嗯 自从我围观以来 在这公堂之上 判了多少罪大恶极的人事项 每当我想起他们跪在这堂上 联听判决之后 哪一种恐慌 绝望 无助 茫然的神情 唉 你是觉得 这些人不该判死罪 那些所拼这些人 都总是受恶不赦之道 有全我的证据 他们都认识 我是以法拼冠 他们说无心无苦 哥 哥 不要想那么多了 不要这么说 做官 人家说白如官白如官 就是要从八世当初自己的女孩来讲话 要给他们听 给他们教 不过 别人还错 要有机会和改革主信 换我不是用来为太郎 我明白了 你是说 母亲我们不该死 对不对 明天就要在公堂上 含囊母亲 如果她是理当问斩的话 我还是不能以前乱犯 世道人 进来说话 谢世道人 世道人 明明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 清云说她希望死前 能再唱一出戏 唱戏 为什么 她说这一出戏 是要唱给我爹看 告慰我爹在天之灵 唱戏 哥 你想到什么 柳姑娘 本府不能决定 沐清云能不能再唱这出戏 但是本府将会 尽功面胜万岁也请万岁也设夺 沐清云要唱戏 起座万岁 前次柳师傅在戏台上因病中断演出 那沐清云希望能够完成她师傅的遗愿 在皇太后的面前唱一出戏 以为柳师傅在天之灵 禀万岁也 这沐清云 这沐清云虽然犯下七军大罪 不过其在斗志方将军率军入冕作战之时 受敌军重重包围 幸而沐清云突破重围 救了斗志方将军 并追随将军出生入死 剿灭敌军 因而太悬而归 攻在朝廷 这攻过两乡 不过其他人 七座万岁 上次皇太后看川剧变脸 性位十足 想必这次也会有兴趣看完这一出戏 阿伯 奴才在 川令南府起源 今晚试验 爹 为臣叩谢吾皇万岁万岁万岁 万万岁 先别急着谢曾 万岁 这次不许再出楼子 知道吗 臣遵旨 川剧变脸 上次不是看过了吗 回皇阿娘的话 这次是一个叫沐清云的武生 丹纲演出 比上次更有看头呢 沐清云武生 太热闹了 来家受不了啊 秉皇太后 这人生如戏 一奴才所见 生活还是得要热闹一点 心情愉快了 这年寿也就真长了 这年寿也就真长了 西子就是西子 你看哪像个当官的样 最不是 或乃呼 于兮 于兮 乃 如 呼 呼 最后的世界又长温柔 无法有人爱 最后的一 zona 老 Deborah 他今年大成熟 那个优战 我们来得快 deviation 大王 大王 汉壁坠来你 大王 大王 怎么办 卿余拿的是针剑 针剑 小龙姑娘 我求求你想想办法 赶快把他剑毒下来 怎么办 怎么会这样呢 针鱼他为什么会在针剑上场呢 我看他神经怪怪的 我怕他会做傻事啊 好 我去看看 别上去 是大女 是大人 你要救救针鱼呢 我现在正在救他 那万一他想不开怎么办 我就是要他想不开啊 哥 难道你真的让他死在戏台上呢 人生如戏真真假假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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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案 想与虎 乃是盖医师的英雄 今日 被困乌江 乃是 天 秘案 想与虎 相与虎 虎 你怎么办 罪名身负重罪 你一当问咋 蒙皇太后恩迪 行前言出此句 一位师父在天之礼 皇太后恩迪 罪名来世再报 他 他 他 都没有人 万少爷 皇太后 我求求你不要杀青鱼 他已经冲北见面 不会再犯错了 皇儿 这慕青云犯了什么罪啊 不瞒皇的娘 这慕青云冒充我八旗子弟入室 骗取总督千金 欺君往上 李当问咋 是这样 敏儿 你过来 皇太后吉祥 这个人骗了你吗 回太后的话 这个人他没有骗敏儿 你恨不恨这慕青云 说不恨是假的 太后 敏儿求太后大发慈悲 饶了她一命吧 不恨不恨 祈禀皇太后 微臣斗胆 今天乃皇太后千秋之日 若展人万 恐有着皇太后宫主 微臣祈求皇太后宽赦 以福天下 皇太后宫主 刺身 皇太后宫主 慈悲知心 儿臣明白 大悲 各下完颜克隆头发一束 以法带手 以示名正典型 遵旨 千名万罪爷 罪犯完颜克隆 已经就必正法了 沐清云听判 罪名在 你死罪可免 活罪难容 正法您 刘沛宁古塔三年 还不怪扣谢我 扣谢吴皇 慧世 慧威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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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